MAYBE I LOVE YOU MAYBE I DO MAYBE THIS FEEL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麗 秦子儀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艾麗 秦子儀 是什麼 有過最難忘的情人節啊 真的講得出來有點傷心啊 為什麼 因為我試過有一年就是在情人節前一天登出 蛤 真的啊 對 可能 就像我朋友講這樣 可能她是為了寶貝皮 我就不想跟我過情人節 告訴我是不是有幫你答 這個啦 這個是秘筆啊 那你都會想講 原來你的情人比較難忘的情人節 難忘的情人節 難忘的情人節 其實我比較難忘的情人節是 跟我另一半到 很大的草莓開上去 哇 好浪漫的 我在那裡也這樣 因為我覺得像你把人情人節 像我們在馬來西亞 人的情人都是去看店家吃一餐比較好 所以 我覺得有點點 感覺就會很痛 就很痛 好像每一天都可以做 對 但是可以開心心 哇 對我來講算是他們的事情 所以是你試過就是跟你另一半到草莓去看的事情 原來是誰 我告訴你 情人節最不能缺少 你先來吧 情人節我覺得不能缺少的是 情人 我覺得一般人都會回答的 就是 情人 就是情人 很冷有沒有 對 情人節最不能缺少的是情人 可是如果我們沒有情人怎麼辦 一定要情人就找好朋友 所以你的好朋友也是要 一定要單身在店家裡 不一定的 就是他們清楚完情人節過後 前面那種後面 你就找我排隊 這麼可憐 是 好啦 我覺得情人節最不能缺少的是情人 我覺得心意也很重要 心意 還有時間 因為我覺得情人節 其實是看你有沒有誠意想要慶祝情人節 那情人節對你來講的意思是誰 對 然後其實對我來講的也很重要 就是要是那個性的 可以想說你可以下屬 真的 真的 我覺得下屬的話也會喜歡 對啊 可是我們沒有一個結婚的 可以講的就可以講 因為想要 其實 其實我本身 所以 我從小到大的男生是林志穎 所以 可是年紀會差一點嗎 可是他樣子不像 他樣子像還蠻年輕的 所以 那我就很欣賞他 很欣賞他 無論是事業還是 人生方面的一些 有一些成績 我都蠻欣賞他 所以其實我一直都很希望 如果 在我死之前 有一天可以跟林志穎 一起過情人節就好 可是他想跑車 我不建議啊 可是他想說 情人節我想幫你去 就不用跑車站你去 抖一圈 OK啊 OK啊 你的人滿足 我滿足啊 我買飛機放過去我也很足 那其實我是想說 要跟 威倫美 在 下屬的地方 過情人節 因為我覺得她是一個 好像 冷冰冰 然後有氣質的公主 那在雪地 也牽住情人節的 一個 是一個 對 那我跟林志穎呢 其實我還蠻欣賞會 下屬的男生 所以如果 能夠跟他一起過情人節的話 我希望就是 他可以 為我準備一頓晚餐這樣 就兩個人這些也不需要 去到哪裡去 都可能就在家囉 他就 住一頓晚餐 在一起聊天 住在一起 沒有啦 就會有一個幻想 會有一個憧憬啦 對林志穎 你先來啦 你先來啦 這個情人節呢 我會跟一般朋友去看小店裡去 喔 欸 宣傳啊 對對對 真的還要宣傳 因為小店也會在12 2月 明年的2月12號 正式上 我覺得要是 因為還沒有情人 還沒有結婚情人 所以就會跟大半個朋友 去支持政府 有青春 有 立志證定 知道怎麼會這樣 好 好 那我 OK 那我知道我明天的情人結束了 就是跟中情人結束了 一個都懸了我已經講了 他就會有點忽悔啦 沒有啦 就是也是可能跟一般朋友出去啦 對 就這樣